Thank you Chairman and also the Organized Committee to be inviting our team to share our work on this. Our topic advances in limb surface surgery of bone tumor, 即是原發性骨折保存肢體的治療術的最失發展. 我叫Dr.T.C. Wong,大家都叫我VCE, 我主要就是骨折腫瘤科, 我今天會跟大家講兩方面的題目, 第一是Tumor Proscesis, 其他人說是金屬骨, 或者是金屬骨的關節, 另一個項目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一年發展的工作是 上電腦導航, 亦是阿博菲薩爾剛才提到的電腦導航, 我有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其實電腦導航是甚麼呢? 原發性骨折腫瘤, 比其他的肺癌、乙癌, 其實佔的比例很少, 100個裏面少於10個是原發性骨折, 大部份這些骨折都在膝蓋, 或者在白瘤期間的小朋友那裏, 這些是其中一些骨折, 有一個保留肢體手術, 有些規定要遵守的, 第一就是我們一定要有 一個oncological outcome, equipped to amputation, 基本上是最正確的, 變成它的margin能方面是最好的, 但如果沒有腳, 其實對一個人各方面, 外形或者功能上影響很大, 所以如果是保存肢體手術和截肢手術, 如果是oncological outcome, 一般我們都會選擇保存肢體手術, 如果保存肢體, 那肢體一定要有用, 如果沒有用, 乙脊腳也沒有那麼大的作用, 而且手術的封件一定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封件大到不能接受, 很高危険性的時候, 保存肢體手術就不可行, 其實保存肢體手術是做什麼呢? 第一,我們一定要持乾淨的瘤, 我們根據影像和手術期間, 要將肉眼可能的腫瘤全會切掉, 如果在骨科來說, 很多時候骨頭在骨頭上生出來的時候, 有一次骨頭就會切掉, 變成那個地方會有肚子, 變成如果在膝蓋的位置, 我們要重組關節, 第二部分就是要重組關節的位置, 令到它可以有一個穩定性, 或者動得的功能的關節, 還有所有關節都需要肌肉的輔助, 令到可以動得, 所以變成除了做了骨頭的重組之外, 我們軟組織方面也要重組, 令它有雙面的功能, 其實切乾淨的瘤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你見到這裡有一個瘤, 其實我的準則是說, 你切完瘤, 切完瘤, 我們叫做一個指口, 即是包含了一些正常的組織在外面, 你切完瘤之後, 基本上是見不到瘤, 於是切得乾淨, 而很多時候, 這些原發性的骨頭在小孩的時候, 這些瘤, 其實就是對於化療有效, 對於有反應的, 而化療基本上可以治療, 即是整體身體上面, 又可能是細胞, 或是藍細胞, 同一時間, 對於我們的手術來計, 都幫了很多, 這圖片就是, 在做手術之前, 我們會給化療, 做完化療之後, 其實瘤熟了很多, 變成在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就會容易一些, 以及保留正常的組織, 也會幫助很多, 之後以後的功能就會最好, 在十幾年前, 基本上, 金屬關節就不是很平常的, 以前就是要用, 骨褲, 骨褲的屍骨, 人們捐出來骨頭重組, 最初的功效其實都很好, 但是, 在時間內, 很多文件都說, 其實它有它自己的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骨褲的骨, 如何吸收到身體內, 它其實是要先吸收屍骨的骨, 然後再自身骨, 再生上去才行, 在這個過程, 很多時候都不完整, 而且在吸收的過程, 骨褲就會很脆弱, 很容易又斷, 而且這些屍骨是死骨, 發炎的機會也很高, 變成了, 我們醫學界基本上, 已經不是那麼多時, 都會用這些屍骨來做, 重組手術, 這些圖片其實就讓你看到, 它那個屍骨的問題, 根本沒有一個正常的教育, 那當年功能都不存在, 那現在, 屍骨或者自身的骨移植, 很多時候, 如果那個扭很短, 亦都不需要化療的時候, 我們才會照顧, 否則, 現在我們的系統, 基本上, 全部都主張用那些甘肅骨, 甘肅骨, 甘肅骨,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呢, 它始終是外來的東西, 它始終都像機器一樣, 它會損壞, 但如果計算活動來看, 其實呢, 十年裏面, 可能兩三個需要再援, 那其實, 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因為這班小朋友, 或者這班有骨癌的病人, 其實活動比正常都會少的, 所以, 如果看它們有生之年, 我覺得, 一會兒會以下展示給你們, 來看那個功能, 其實已經是很好的了, 那這班小朋友, 其實有哪幾類呢, 其實主要有兩位, 就是, 一隻Modular, 一隻Custom, 一個是訂造回來, Custom, 一個是組合式的, 就是,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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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衣服不同尺寸, 你選一瓶衣服, 很flexible, 你做手術的時候, 就多些酒棧, 但問題呢, 這些Modular System, 就是組合式的, 很多時候, 尺寸都不一定適合, 即是, 可能那件衣服, 正是不對, 所以, 在重組方面, 可能會出了一些問題, 如果Custom的, 就最好, 量身訂造, 但是要等, 如果手術需要即時做, 或者兩個星期之內做, 那也會有問題, 所以, 我們怎樣選擇這些, 這些金屬關節, 就視乎各別的情況而定, 那樣, 金屬關節, 就是, 訂造的一件事, 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可以, 做一些, 很大型的骨折角度來的, 都可以保存到那個關節, 之後, 展示一兩個個案子, 為何一個, 訂造的金屬關節, 可以有這樣的優勢, 還有, 訂造的金屬關節, 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可以伸延, 即是, 很多小朋友, 那些生長中心, 都會和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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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所以, 只發覺完整個長短, 所以, 如果有病數金屬關節, 它亦可以探索這個問題, 我一會兒會告訴大家, 其實, 那個教, 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好像不教的, 它可以容許一點扭動, 以及可以這樣做, 其實就好像很受惡, 所以功能就很好, 而且, 它的好處就是, 因為有這個, 微微地轉動的動作的時候, 它會令到, 骨的膊口的壓力會少了, 變了, 現在的金屬關節就會耐用很多, 那很多時候, 就是這些金屬骨, 那怎樣融合到自己的骨那裏呢? 現在的技術, 都可以畫一些骨的物質, 或者是, 骨的在短線的位置, 令到骨的膊口, 會令到骨的膊口更加耐用, 那這些是一些例子, 就看到那些骨, 基本上是生了一個金屬骨的表面, 我們研究也指出, 其實現成那些, 那些, 金屬關節, 模擬的類型那些, 組合式的金屬關節, 其實這個尺寸就不太適合東方人, 那變了很多時候, 如果外國來計算, 九成都可以用這些金屬關節, 但我們的經驗其實只有五成, 是適合這些, 所以變了不適合這些, 那些我們便會選擇, 訂做金屬關節, 那些例子給大家看, 就是, 13歲的女生, 有一個懸發性骨癌, 她有Dissol Femur, 一張, 就是她完化育之後, 很多時候, 那些小朋友, 有骨癌, 她很痛, 痛得很緊, 你打任何那些止痛, 都不止痛, 直至她打了那些藥之後, 如果她是反應良好的時候, 那些痛就會消失, 那同一時間, 她的骨, 那個地方就會硬了, 還有一些新骨, 有些骨, 生骨在那裡, 那如果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做, 那基本上, 打完化育之後, 就說我們會切掉腰骨, 那我們就放了一個金屬關節, 那很多時候, 因為她是13歲, 其實還有1-2年的快樂期, 那變成我們在計算的腳長短的時候, 我們會特意在她做了手術那邊的腳, 會延長, 即會特意正常一事, 那變成了, 那將來這隻腳, 生骨的時候, 兩隻腳就差不多了, 那有一個好處, 這關節就是, 很穩固的, 以前呢, 如果你施骨的時候, 你基本上, 你會拿著一支抄, 或者你永世都要戴著一些, 外固定的架, 即是brace, 你才下去走, 那這些小朋友呢, 盡手上之後呢, 就要打飯, 一打飯, 那人呢, 就很累了, 不想吃東西, 吵得很重要, 所以, 如果她, 可以顧笑一半呢, 其實對她的領體, 或者她的家人, 才會方便很好, 其實, 那隻腳已經可以屈到盡了, 兩隻腳, 那呢, 兩年之後呢, 基本上, 其實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當時計算了, 就是, 這裡呢, 是差1cm, 那變成了她這隻腳, 沒有做手術的腳, 3% 基本上, 那隻腳差不多了, 這個是一年, 就三個月打完, 最後是疏後的化尿,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不認真看, 或者你外表看, 就不知道是甚麼, 沒有做手術的, 那三年了, 通常呢, 我都不建議被人這樣做的, 那一天呢, 就是為了拍攝這條影片,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那, 你可以知道, 那個金屬關節的功能可以去到這樣, 就是,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個案, 做這些金屬關節, 那變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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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它去埋口的地方就生得不太好 變成有不埋口的跡象 不埋口,它的骨就會朗朗朗朗 最後裏面子釘斷了 述前,它其實已經帶著一個外固定的鞋子 來保護著,拿著兩支棍架 你看到其實它是短了的腳 它少少腳不到地 很多時候,我們雙減肌肉 很多時候都會弄斷一些方便去穿泥 它這樣翻學後,外面又帶著鞋子 變成了科技師或是生物形象很差 我們跟它做了金屬關節 切了施骨的扭,放了金屬關節 這是骨的組合 因為我都說要跟它重組軟組織才能伸直的腳 所以跟它將肌肉移軸在它伸直的位置 還有說一些組織,可以有新積的功能 其實只有九個月,原先是溫到腳 現在已經是九十度了 還有兩隻腳原先是差兩次的 最後都可以一樣長 基本上我看下去不覺得它是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自己的感受 所以以下一段訪問 你整個牙齒四年前,你做了手術 用一塊骨,直到直腋骨,直到直腋骨 直到直腋骨,直到直腋骨 那現在四年之後,沒有換回 用金屬關節,不換回 你覺得前後最大的分別是怎樣 你覺得像是一級一級的牙齒 就像以前那樣,一級的牙齒 就像是一級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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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看你不想發生的牙齒 然後可以做女生的那些校園 因為之前玩得像是男裝的校園 然後可以玩到飛行遊戲 然後可以學陶醉 然後可以學陶醉 然後走到溫時 你不覺得我相差不少 就像是比較前正常的那樣 其實他們的要求很簡單 去戲院就不需要坐在旁邊 因為身體又出現 變成他做完手術之後 一年之後就第一次去看現場會 但很可惜五年之後他有些方法 剪了到這個梳卷的地方 就是這個方法 如果以前用骨褲的骨這樣做 我想有很大機會 他的腳就要自肢 就未必可以救得到 但現在這個梳卷的方法 他的金屬好像擋住骨頭 讓它不要再生下去 變成我們成功 以後再切除了 即是有發熱切除 六個月之後 都是很可惜的 另一些定造的金属关节 有时你切角的骨扭可以很大距离 其实剩下这块骨子 没有一些现成的金属关节可以 fit 到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用定造的金属关节 我们会给一些菲林去那间英国专注金属关节的厂 他们会与我们转一个金属关节 而这些白色是骨的物质刺激过骨的股脚的增心 令它很固灵 就像这样 螺丝转上去 这是骨楼的 旁边也可以把组织带动关节活动的地方绑回来 令它可以动作得好 刑驾着是十天 NH2 带着 The ultimate 4个月它带着骨瓦赤 就不需插叉了 因为这个小朋友特意跟它整长一旁腿腿 预计它让边脚追回1-1.5CM 所以我们特意正常一点 两年了 你会看到原先这里没有骨 其实骨头都会回到额口的位置 它旁边会迫着金属挂的位置 你估计有骨的增心 其实在功能可以去到这样 所以如果以前的方法用骨腹的骨 其实没有可能做到这样的功效 刚才也说过 因为很多时候的生长中心 这个骨头和骨头一起撤脱了 撤脱了另一只脚没有撤脱 另一只脚就不断长 变成长短脚的问题 而且大部分的在小孩的骨头 其实七成都在那里 所以这个其实是挺大的问题 现在订造的金属关节就有两类 所以可以用微创或无创性的方法 可以将那个金属骨的伸延 这是我们手中的微创性的金属骨的伸延 这个之前也是做了一些丝骨的 做了很多切手术的 又不埋口又有少少发炎 然后又断了那些支架 然后又不伤感又不可以 变成了最后就用8.5cm的短了 还有我手中也很难找不到 即他坐车的都要伸一脚出来 基本上只是找到自己的家 因为长短的问题是它们是这样的 那个形状其实真的不太好 还有很多时候 因为现在的医院的进步 很多时候很多7.8cm的小朋友 都可以生活很久的时间 所以它的问题不是本身的准流问题 而是它的重建材来的问题 其实微创性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开过了伤口 防止如罗斯匹 在那个金属骨的里面 就可以生产 其实原理很简单 这里面有罗斯匹 你看到它的关节在这里 另一個就是Clear Drive 所以這個位置會慢慢伸場 但這需要全身麻醉 因為都幾痛一下 六個星期原先無法履歷 已經履歷到了 經過四個月左右 三次的LinkedInning 由原生8.5cm到1.5cm 每一次都是快速洗漱口 基本上是一天搜尋 或是日後就回家 所以述錢 他爭不了地 他戴著鞋子 穿著高盞鞋 只在一邊 快點不死 所以他之前很寒冷 找自己在家 做完手術後 一年就找了一間珠寶行 做SAMS 很多時候他們方伏的時間 是九個至一年的 因為他的硬度那麼多 其實很多時候都需要一些時間 熟習新的金屬骨 所以一年至年半 他們就會走得很好 另一個例子 又是一個在這個位置有腫瘤 切除了 就放了一個釘 又長短 挖到腳 要控制他向上的手 那個功能 而且很多時候的根件 都跟他扭一起切了 所以要重組 我們要在另一邊腳 拿正常的根件 和他重組 做法的位置 四個月 因為有長短 所以我們也做了兩次的伸長手術 我跟他伸長了兩次 術前 他側向前 就是短了 而且屈不住 所以他其實很難上 一些功能巴士的油繩 這樣 遇到 他穿這些褲子 是想把蝦子拉著 所以以前的方法 所以以前的方法 就是想把蝦子拉著 所以他穿這些褲子 所以以前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做了這些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手中的 無創性的骨身炎 他十四歲 就有 Rososarco Mathysophia 先踏骨絲骨 然後 他做 對不起 他們要帶著這個褲子 因為他們那個絲骨 不是很穩陣 而且穩定性 不是那麼高 所以他們要帶一個褲子 才能走到 所以也有少許 和有些長短 即是當他再標高的時候 會有些長短 其實這樣來算 如果沒有痛沒有性 我們都不建議他 循環 直至他有問題為止 其實也是一個 major的境 但是 法國 他的屍骨 即是屍骨 開始侵蝕了 變成了 就卡住了波羅外 伸不到 又屈不到 就是拐著拐著 所以我們就決定 這個一個最適合的情況 我們試一個無創性的 金屬骨伸變 其實原理就是 其實它有一顆磁石 在金屬骨裏面 變成它外面有一個 external drive 它裡面 通了電之後 就會有�磁場 而這個磁場 就會帶動它們的 mallet 而這個mallet 就會駁著一個 geard driver mallet 這個就很生長 因為很high-tech 你有沒有聽說 是很high-tech 那 做了手術 那 做了手術 那 因為它原先 就是駁著 就覺得好像短了很多 但是如果生長了 其實做完手術之後 其實是3.5cm 變成它也不需要用架 還有這個 手術方式已經非常好 那其實究竟那個 那個 那個 drive 是怎樣 其實是一個東西 有一個盒子 有兩個兒子 駁了電之後 就有一個圈 這個圈就會有磁場去轉動 那有一個背景就是 我放一個磁石在廠面 借給我們 一放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開始有些震動 還有呢 就 可以轉 那那間廠面 人員幫我 就 那些 credit card 就盡量沒有防禁 它說會彎的 那 那 其實我在做什麼呢 其實當它 在生長轉動的時候 有些特別的聲音 那變成你就會聽到 那你確保它 這樣 那做了第一次呢 就不需要用什麼手術 也都不需要用什麼麻醉 就可以生長4mm 它沒有在YC 開始就會生長很多 因為它 就算那個金屬骨 可以摘折到 它周圍的軟組織 還沒有摘折到 那基本上 一生長完之後 已經到處走都可以了 那這個是我們那個 Outpatient setting 就是那個門診 那 那變成 真的不用做手術 而且不會痛 也那麼少 因為以前 微創那些 你可能 因為你想減低手術的次數 可能你每一次都要拉長一點 那你減低手術的次數 但這些你可以說 每次2mm都可以 那變成就 就不錯了 那我們做了三次 那現在還在做 那變成就 那變成就 那個功能 不可以去到這種情況 那說完這裏 那我 另一個talking 就是講商電腦套行 那其實電腦套行是什麽呢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說 駕駛的電腦套行 在外國還是本地 那其實就是 你駕駛電腦套行 那你在螢幕上 你會看到自己在那裏 或者你輸入了你想去的地方 那那個電腦就要教你去哪裏 其實做手術一樣 那變成了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想去的地方 和我們現在 譬如我們的儀器 是去到哪裏 那這裏 我們檢查文 Boris Gasselung 就201年 就帶了這些技術 來我們 那那裏 那今年來算 我們就開始 在我們的通牌 那這樣呢 其實在骨科通牌 來算 就沒有什麼人做 那變成了 其實我們都借回 ENT 或者 Rule Surgery 那些技術 就是可不可以 在我們的通牌 那其實 都說過了 其實我們一定有一個 好的margin 就是我們想說一個 就是切得乾淨 那切得乾淨 那切得乾淨 它才會好一點 會最多 但是切的時候 我們都想說 做一個reconstruction 做得是準確一點的 那如果做得準確 其實它的功能 都會好一點 那變成了 問題就是這一樣 那我們又想說 切得準確突離 有一個切口 又可以適合 我們的重組方法 那變成了 我們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電腦導航技術 就會幫助 很多時候 我們的影像 都只有2D 就算 電腦導航技術 給你一個3D 很多時候 都不太知道 我們想去哪個地方 那變成 比如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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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知道 或者 我 都不太理解 怎樣說 變成了 很多時候 都是這些reconstruction 都在一些很experience 的腦海裏面 但就未必是我在腦海裏面 那變成了 有時候我們法國 真的很難追蹤 那變成了 我們覺得 電腦導航技術 就可以幫助這個 因為 將這些 計劃 就不是放在 我老闆的腦海裏面 而是放在一個 螢幕 那裡 大家可以討論 大家可以知道 自己做什麼 那變成了 那 有一件事 就要清楚 就是 我怎麼可以把 pre-op的emage 當作一個reference 而我可以做呢 那 第一個步驟 我們有一個步驟 叫registration 就是把 pre-op做了的emage 和 patient人 一起描合 一起 變成 我指著病人的 這一點 就屬於電腦的 影像內容 如果我們做了 這個步驟之後 那 醫生就可以 根據這些資料 就可以用電腦的技術 去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或者是 我們想去的地方 還有 那個feedback 是3D 3D 其實 文化是沒得說的 只有兩篇很小的 文化 這個個案 其實就是 澳門 山頂醫院 程生 都要移出 其實47歲 男士 他本身有疾腸癌 98年做了手術 那時候做了 KIMRT 都以remission 但是 就有個 遲遲 兩年前 試過所有方法 都不行 但是我做過 所有的檢查 其實那個 擴散 只是 用在 那個盆骨的位置 也不需要 他來到 那時候 已經是痛到 要坐 車 變成我們 考慮過之後 就會嘗試 和他切了這個 鈕 還有 做重做的手術 鈕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 其實 我剛才說了 如何將那些 影像 形象化 或者變成立體的影像 給你看 因為很多時候 手術 例如在盆骨 或者是收入光的地方 一個2D 影像 有時候很難以測試 如何去到那個位置 那 變成了 CUHK 那裏 就有一個 Minimal University Center 上年 就有一個 叫做Detros Detros Detros 意思就是 將Piork的 MICT 或者什麼的 影像網站 放在這個 工作坊 他就可以幫助 影像 要戴一個 特別的眼鏡 那 Week Hunter 就很喜歡 因為他覺得 有點靜 覺得是Movie Star 變成 一做事 那當然是我 那 以下 的影像 其實就是想給你看一下 究竟 那些是什麼影像 變成 我想你們每一個 都應該有一個 男體眼鏡 那 那個男體眼鏡 其實是紅藍的 那裏 是同時 有一個 紅色影像 和藍色影像 變成 藍色的光 只會入一邊眼 紅色的光 要入另一邊眼 所以變成 它自己的腦海 就覺得 有個難體 現在可能 不是那麼難體 但到之後 到骨那裏 你就會覺得很難體 那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的 那 這裏 那這裏 那裏 那裏 你看到裏面 就是紅色的 那個就是我們 把腫瘤 extract了出來 變成不同顏色 可能這盞燈 要暗一點 這個screen 才容易看的 你看到裏面 那裏 如果是以前的雞 其實很難理解 如果你沒有experience 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不是這樣experience 其實是問題 你不知你老闆想怎樣做 你也幫不到 最後是patient suffer 這些骨 你看到骨 可以抖出來 這些就是側面的 如果骨的距離不夠 就像這個這樣 就會明顯一些 因為現在我示範它的 powerpoint 只有兩種顏色 但如果是一個workstation 那裏就是7廠 那變成立體方面 會有很多 這個就要清楚一點 那變成立體方面 我們會根據這些影像 就可以跟別人商量 我怎樣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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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了 就可以在這部機的路上做出來 那除了它一個3D 一個立體之外 它也都可以做一些call section 那變成這樣 那變成了你們就知道 大概是怎樣切呢 做一些measurement 你可以說 我想是4CM 包括會協助的 我們就這樣切 這樣 但是很可惜 這個系統 那些information in electrical sense 不可以直接輸入 我們的nevitation system 所以變成 你只可以說 大家套用完之後 就不能實際使用到 那現在已經有些廠 是想製造的 可以將直接這些data electronically 傳輸到我們的電腦道路上 變成了 我就直接知道 我想製造的 這個就不用帶著 那一會還有 那切吧 我們打算切這個樓 大概這樣切 那前一陣子 很亂搞 我們就 send to a CT scan of the pelvis 就叫英國的廠 做了功術關節 50年了 做了一個功術關節 它這個訂造的 就根據它本身的size 來這樣做 那變成以前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是 沒有可能做到的 但是現在已有這樣的技術的時候 那變成了 這些設計 其實是computed edit design 即是CAD design 來的 那變成了 它們會有 經過這樣的數據 它們會有些machine 可以奢侈一頭 這些感觸關節出來 就會給我們這樣 那其實那個 電腦道路上是怎樣 我想都很難理解的 那不如就這樣看吧 有些記建檄階井 我對它們都不能揮iel 是 여기서3個 這次要提示 然後要按摩 你實術前 詳chain 用一些位置告訴你,我想切這裏 我們手術期間,用這個技術的融合方法 找回位置,這樣切下去,就會很盡確 如果以前這樣,其實我不是這樣切 你覺得是這樣切,就這樣切,就未必有可能 實際上是怎樣的呢? 切完之後,這個金屬骨 這個金屬骨,其實是我們第一個個案 我們找一個一件,就是Harmster的模特兒 我們試試一下,這裏是金屬骨 這裏是金屬骨,就放在這個位置 看看能否合作,就正確實合作 以前我們做這樣的手術,如果沒有電腦導航 基本上,這裏吸口,如果你吸尾了一點 那兩支釘,不能落到骨頭,就很難落桌 那變了,就有麻煩 手術先停,其實用電腦導航 不用太多焰燥,因為CT和MIR都很傷 所以拿到這些資料就可以了 我們要把門擠時,開一個大箱口 大箱口,大箱口口 大箱口口 大箱口口口,大箱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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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其實,我剛才說過,做記錄 我就不在这里讲 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有不同器材 例如我们的一些热气 电筑 我们都行 Peng Surface 电路导航 那个Ant Beauty 这样我们去到位置也会知道 这要现实完全是我们 camby 设定设计的路线 因为做了改造后,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找到这些位置 用电筒腾到那位置 电完后就是用电线 那条电线我们搞到规定 这线会很准确 同时,很多时间有时候轴子很挂向 durante面 面你看不到 真的要靠琉异 不知道是否再说 这些情况 当你移动的时候,骨的额线就会看到 如果你觉得跌一跌一跌,变成你不能够 在流程上,它帮助了很多在骨头的手术 其实理解和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计划了,放感受关节 有时说,锁准不准的,不得了 这个就是组织的组织 这个是皮革的组织,这个是硬的组织 我做了一个 simulation 其实应该是组织的组织 最初我能够到桌子 很重要的,因为以前重组的方法 其实要切一个平方的组织 可能是4至6个小时的时间 你再重组,以前的方法 another four to six hours 那是不能够的 现在这些方法很快 一个多小时就做reconstruction 可以很快 如果病人做手术时间少 当人出血少,复原会最好 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一个月,我们都很惊讶 它踩到垃圾 即是可以稳定到这样 如果是骨抗伤 来计算,它其实是剩下的日子不多 所以你更加要让它开快一点 那么复原 两个月,你不用拆滚 原先是U-check 第二个例子 就有一个肿瘤 在这个骨的位置 那我们打算是怎么设计呢 因为这个肿瘤 只是在骨面 它这些骨是正常的 如果你说就这样 在这里计算是最容易 但你就生了很多骨 而且没有了正常膝囊的关节 那功能就不是那么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可以很准确 就像我那样刺出来 那变成就有一个面移动的方法 那又是时间 那去看皮 其实皮那里 也可以说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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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你谈谈谈哪里皮 你才可以最容易进入骨 这些Data 其实是CT Data 不是MR Data 那么很惊讶 就是这些CT的Data 其实在Soft tissue 其实是很清楚的 就是你将它的contrast 或者flatural 转到不同的位置 其实这些Ligman 有时候2D很难理解 也很难说给Metal Student 听说 Letro-proletroLigman 是怎样的 如果这样梳谈谈谈 其实你很容易说 原来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个CT Angiogram 那变成看到Vessel 这些是基禄 那就是男体感 那你理解的手术 就会容易很多了 那扭在这里 即是骨头会走出来 这个肉会走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MICT 这些Fuse 之后 我们Extract了那组织 那变成了一个黄色 那变成了一个黄色 那变成了 那变成了我和Metal Student 讨论一下 我怎样做 怎样切 怎样避这些东西 那变成了 譬如呢 这里的Vessel 有三个叉 以前呢 基本上是很难理解的 那我怎样说给Metal Student 我想避开这一部分 或者拨开这一部分 那变成了 那变成了这些这样的影像 就会很概念化 还有一个蓝体感 变成了你很容易谈到 我想这个是最3D的 骨头会拆出来的 那变成了它可以看Core Section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骨头在面上 那最后 那变成了我那变成了 实际上 那变成了 那个Metal Student 是怎样呢 那变成了 那种籠 你自己在那儿 在这儿 你自己在那儿 在那儿 那种籠去看 就好像一样 就看得清楚 那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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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手术的准确性就会增幅 这个我们做了cdmi fusion 我们设计了一些marker的位置 最主要设计手术的位置 我们可以迟到设计 我们可以迟到设计手术的位置 其实基本上在移动的时候 你想去哪个位置 或者想避什么骨的东西 也可以很容易知道 这个声音是教授的声音 他觉得很准确 其实我也觉得很准确 他讨论过 他说如果没有divification 好像很盲的 就会做好手术 所以我想同意 如果你复杂的手术 他设计手术是帮助手术的准确性 而且可以确定 做十次也有十次的准确 就算你多浪费 相信 可能你做十次 可能八次很准确 两次是差点的 但如果有这样的技术的时候 变成了十次做的十次都会那么准确 变成了我们实际上 就是找回那些位置 我们其实做手术 要刮骨出来 其实要刮烂骨头 就是骨面 变成了我们就 变成道行的刮骨头的位置 变成了我们就找回那些骨头 其他位置也是这样做 就说 如果你没有电脑到行的话 就会有多一点 那如果可以有多骨头的骨头 变成了正常会少了 变成你重複的方法 变成会噴烂一点 或者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确定它是合作的 还有 之后这张图 只是说明显示看 其实那个主要线 其实是不同的位置 变成我们之后 做完这个情况之后 我們找一個梳圓著這些位置 將這塊東西從後面拿出來 有些人可能問這個梳 但現在是自己的動作 沒有辦法 只要有一個方向 四個星期 其實已經溫到90度 三個月 腦部已經不需要全身的水平 最後一個項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24歲的女士 會有一個癌症 有一個臨癌 我們想這樣切 所以所謂的問題就是 CD和MRI的Fusion的效果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腫瘤 只是MRI才能看到 CD看不到 所以MRI的資訊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記錄了這些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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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你的Reconstitution會是這樣 三個星期之後呢 就可以開車了 你也可以問一下 你也可以問一下 究竟是否準確 所以我們將Bestment做了CT 將Fuse回到P.I.R.的計劃 發覺你計劃和ExactlyCut的位置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其實是很準確的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幫助手術 以及希望有一個最好的結果 最後呢 多謝王教授的Foundation 包括PoC.S.S.Founder 以及其他團隊 為這個工作 多謝王教授 謝謝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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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給我們這麼多 這麼新的 這麼知不知道 技術的知識 或者我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 跟隨時間 王教授發問 我們有一個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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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短短的問題 請教授 是否有關照 有關照 OZG-Schlatter 病毒 雷匪 Caumet 病毒 Osteosarcoma 請教授 可以考慮嗎 那 您 有關照 沒有關照 謝謝 對